大家好 今天放了一组电池 这个是刚刚顾客在他车上放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从侧面还有这个正面 看不出这个电池有什么变化跟其他这个电动车电池一模一样 老师可以跟你说这组电池是真正的假货也就是伪劣产品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车上电池 他的这个生产这期大家看到 2019年12月29日 那么从生产到使用这个电池 一般是在周转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 这样算下来这组电池用了不到半年就已经坏掉了 大家看到比较新外观从侧面或者是表层 都是看起来跟其他电池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说他这个电池是 假货呢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电池的这个正面 大家看到这里就是写上电动车专用黑金电池 这个也就是乱打的 然后在后面这个 容量也是乱打的 其实这个电池 他的国标就是在20安 然后他在这个位置打了24也是乱打的 这些东西也就是 比较稀垢 乱标上去的 就是 富佑人的 那么 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证明他这个假货 就是车上电池这个 品牌 或者打上 他这个 logo 大家看到这个电池非常的 冥想很粗畅 什么都没有写 在 这个位置也没有写这个 厂里的这个牌子 包括他这个 厂名 还有这个 型号 等等一些东西 现在咱们就拿一个这个 大品牌的这个电池过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这款就是天然厂生厂的 台灵专用的一组电池 这个电池 他在 前面就打上了这个天然厂的这个logo 然后是他的品牌 在这个位置是他这个 电动车厂专用的一组电池 然后在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 容量 20安国标 电动车专用 其他的这些 标志 写得很清楚 这种电池就可以 绝对说 他是 正规厂生产的 质量 或者是其他都是有的保障的 对于这些电池完全 是可以说是伪劣产品 就是假货 那么 他是 怎么生产出来的 对于这个电池 他就是一个 私人厂 没有什么这个 正规的这个制作流程 就是生产了这个 外面的这个 包装 然后利用这些 比较简单的这些材料加进去 随便 图优一下 这些 用户 可以用几个月左右 就差不多了 如果咱们换到这种电池 真的是 非常的 头痛 就算是 再便宜的这个 价格都 没有 一组电池 就是少 200块 咱们都不要去 接触他 去跟他 做这种 交易 非常的 这个 头痛 非常的 不豪爽 电池 现在才用了不到半年 就已经 报汇了 有什么用呢 卖汇品 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大家以后的这个电动车 如果要放电池 大家应该要确计 这个电池 绝对不能用 哪怕再便宜 放上去也是用没几个月 绝对不行 咱们应该要放这些电池 大品牌的 或者是 杂牌的都可以 他都会 标上这个牌子 可以认为这种电池 他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些 部门或者是注射这些商标或者是 其他的这些 自检机 又或者是 严格把控的这些生产机构的 他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制作一个 这个包装材料利用 比较简单的这些旧电池的这些材料再加到里面去 这个电池绝对是 不能用的 好了如果觉得有用请关注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